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灭》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811集 冲冠一怒 三 他是玄罗的弟子 玄罗是盗骨一脉的守护者 玄罗对他王林有大恩 有师尊之情 他若是没有丝毫证据 就去往皇宫侵杀皇尊 他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他无法面对与他有大恩的师尊 王林双眼一闪 他右手抬起肩膀 虚空一撞 立刻在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枚黑色的玉剑 这玉剑散发出诡异的幽暗之蒙 似看之一眼就会把心神被吸引进去 无法自拔一般 这玉剑正是大魂门的老祖 那位为了族群算计了一切 最终取出心脏与脑 神色哀求原谅 似自己衡量良心与算计哪一个重要 又似问王林一样 贵在王林雕像前的盗王族的一带天骄 这玉剑可以帮你推演一次未来的变化 王林的脑海中浮现出获得这枚玉剑时 那回荡的话语 他不假思索 猛地一把捏碎着玉剑 口中喃喃传出了几句咒语后 伸开了右手 那玉剑碎开化作无数黑气 漠然在王林的掌心内化作了一个黑色的小人 他望着王林挥了下来 磕头九字 在其磕头的一刹那 王林脑海轰鸣 他看到了洞府剑 看到了一只精盈的手 从那天道众生中取走了李木碗的残魂 他看到了在一间密室内 一个全身被七彩笼罩的模糊虚眼 两指捏着一个珠子 那珠子内正是闭目颤抖的李木碗的残魂 他听到了这模糊的虚眼 向着其身前那一脸震惊的黄袍男子 低语一番 他看到了这黄袍男子一脸惊喜 带走了此婚后 用了数百年的时间不断的选择妃子 融合 却均都失败 最终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女子 这女子正是宋志 与此婚融合在了一起 他看到了那宫殿内 那黄袍男子右手捏着这女子的脸颊 使得那昏迷中的女子痛得流下了泪水 还有那黄袍男子口中的声音 那黄袍男子则是盗捕皇尊 野道 我要杀了你 汪林猛地睁开双眼 齐目通红 头发疯狂地卷动 发出了一声足以撕裂九天 轰灭黄泉的嘶吼 这吼声啊 蕴含了一股疯狂 蕴含了一股不惜毁灭天地 不惜自身生死 不惜放弃一切的决然与愤怒 这是王林从出生开始 发出的最狂暴的一声 足以让天站立的生命之后 这使他王林冲冠一怒 王林的嘶吼传遍四周 笼罩了小半个稻谷皇城 更是让这范围内 所有听道之人心神奇奇一阵 露出骇然之色 尽管如今的稻谷皇城中 有不少三脉族人都去了皇宫夜宴 但依旧有更多的三脉族人 没有资格进入夜宴 而是须等明日 在皇城内观礼大地 不而此刻的天空之城内 三脉族人的数量极多 灯火通明中啊 许悦回荡 本是一派鼎沸的样子 欢闹之声此起彼伏 似喜气洋洋之下 寻乐无边一般 但如今啊 在王林那一声疯狂嘶吼中 在那一声噎道 我要杀了你这样的惊严中 许悦戛然而止 欢闹一顿 喜气消散 取而代之的则是死一样的寂静 唯有那灯火通明的五彩之光 依旧缭绕 但却透出了冷冽之意 这 这是谁的声音 噎道噎道 这不正是盗谷皇尊的名会吗 此人竟在这盗谷皇城内 口出如此狂言 短暂的寂静过后 但凡被王林那嘶吼笼罩的范围区域中 立刻掀起了骇人的惊呼之声 那盗谷殿内 潭息打坐的旋罗麾下九大强者 距离那吼声最近 几乎同时睁开双眼 露出震撼之意 他们猛的站起身子 齐齐看向盗谷殿山巒之后 王林所在 在那盗谷殿山巒的中心之内 有一处完全封闭的洞府 旋罗平静的潭息坐在那里 闭着双眼 正凝神打坐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转世之期已经不远了 他要在转世前 为王林炼制一件 威力无穷的信宝 在他的身前那 漂浮着一个五彩小剑 此剑样子很是奇异 一个剑柄上竟然有四处剑身 看起来不像是剑 反倒像是一个四叉脊一般 甚至在其边缘的位置 隐隐还有第五个剑身闪烁 似随时可以幻化出来的样子 每隔一段时间 旋罗都会张开口吐出一股清气 弥漫在那五彩小剑之上 此剑我当年炼制了很久 如今已出四身 到了关键之时 等着出其了五身之后 可以成为王林一件极强的宝物 旋罗睁开双眼 脸上露出微笑 更有一丝自豪 他在让王林为道谷皇尊 送去鹤里后 就准备进行闭关 为王林炼制这一样信宝 他觉得他是王林的实尊 可直至现在 也没有给予王林一样重物 内心略有牵引 故而此刻选择了闭关 更是将其神识大半 笼罩在此剑之上 无法短时间收回 但就在他睁开双眼的一瞬间 他听到了那来自山外 来自那木屋桃源山谷中 传来的一声疯狂的 似要毁天灭地的嘶吼 那嘶吼透出杀鸡 足以惊天动地 其内传出的话语 更是让玄罗整个人愣了一下 他猛地起身 看向身后 其目光似可以穿透着山巒 看到那木屋中的一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玄罗心声咯噔一声 隐隐觉得将有大事发生 他不假思索 立刻大袖一甩 将其神石快速地 从那五彩小剑上收回 但此剑的纪念 已经到了关键之时 他就算想要收回神石 也需半炷香的时间 交集之中 玄罗立刻传音于那道谷殿中的九鸣麾下 去王林那里 询问原因 必要之时 一定要稳住他 等我前去 另外此事 不得宣扬 山谷桃源木屋内 在王林的吼声中 其身体外 回荡了无尽波纹 那波纹层层荡开 向着四周横扫而去 那波纹中 蕴含了王林此刻 疯狂嘶吼的音浪 蕴含了他试杀 盗谷皇尊的绝言 更蕴含了 王林如今体内爆发出的 毁天灭地之力 在那吼声波纹中 王林盘西坐着的墓床 立刻崩溃 化作飞灰 他身前的墓椅墓桌 包括着整个墓屋 在这一刹那 骤然瓦解 向着八方卷动向 随着那波纹的散开 形成了一股冲击 这冲击扩散中 更是掘地而起 化作了一场巨大的风暴 风暴横扫 随着那墓屋的崩溃 那山谷内的一处处树木 一寸寸草地 还有那不远处的石桌 河流 全部都在这一刹那 灰飞烟灭一样 全部被摧毁成为了碎末 被那风暴卷着 冲上九天 在那风暴的中心大地上 王林整个人漂浮而起 其头发 狂乱异常 双目通红 露出滔天的杀鸡与疯狂 他 疯狂了 他从未有如现在一样的疯狂 从未有如现在这样 疯狂的 心如刀割一般 在他的前方 那五行本源真身 环绕的那团金本源之光 此刻 随着王林的狂怒 立刻崩溃 骤然爆发中 其内金本源真身 漠然凝聚出来 随着这金本源真身的出现 这真身立刻化作一道长虹而起 在其身边 其余的五行本源真身 同样化作长虹 那五道长虹 与王林身前 凝聚在一起 赫然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 彻底的五行真身 这五行真身 缭绕 五色光芒 本是闭目 但此刻 猛的睁开 其双目内 同样露出了疯狂 王林身子一跃而起 在半空中 他头发 无风自动 右手抬起 向着下方 那五行真身 猛的一抓 此真身 立刻五色光芒大闪 直奔王林而来 与其身体瞬间融合的一刹那 王林再次发出了一声 丝毫咆哮 在其咆哮中 他的修为竟有了攀升 赫然从那空节后期 直接达到了空节境界大圆满 这一切 证实了王林之前的猜测 与分析出自身的修行之路 可以成为现实 这本应是他喜悦之事 但如今呢 王林却是没有丝毫 却感受这种修为的变化 他唯一存在的心思 就是杀入皇宫 杀了盗谷皇尊 抢回婉儿 全身缭绕了狂暴的气息 王林右手再次抬起 向着那山谷大地 狠狠一拍 这一拍之下 大地轰鸣 整个盗谷山四都一阵 那被王林在地底深处布置的洞府中 那大天尊之阳连同先祖的头颅 齐齐一拆 在这洞府的上方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那大天尊之阳 卷着先祖头颅 顺着裂缝 直奔 底面而来 可就在这时 却见了盗谷殿中 得到了旋罗传音的九人 化作了九道长虹 齐齐而来 那九道长虹在天空一闪 呼啸正耳欲聋下 四把天空割裂 骤然临近 出现在了这原本是桃源一般的山谷上空 他们一眼就看到了这里的废墟 看到了那卷洞的风暴 与大地的震动裂缝 更是看到了那风暴内的披头散发 散发出惊天煞气的王林 少尊 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请少尊息怒啊 我九人奉玄尊之命 前来问询 还请少尊告知 那九人神色震惊 向着王林抱拳一拜中陆续开口 风暴内的王林双目寒意 右手向着大地 再次狠狠的一抓奸纳 立刻地面轰鸣爆开 一团黑白之盲 刹那而出 直奔王林而来 与其身 瞬息融合在一起 至于那先祖头颅 也化作一道金光 被王林大袖一甩 收入 储物空间中 做完了这一切 王林猛的转身 双目死死地盯着 道骨黄城的方向 野道 王林咬牙 看都不看那九人一眼 向着皇宫所在的方向 身子一晃 脉步如雷霆破空而去 可王林身子刚刚一动 顿时那九人面色大变 幻化在了王林身前 阻止其离去 这九人中 更有七人双手掐掘 居然使得这道骨殿 散发出了一股 萌萌的氢气 这股氢气连接天地 似形成了一个 庞大的阵法禁止 他们九人 竟没有丝毫犹豫的 选择了开启 道骨殿的大阵 以此来阻止 王林的脚步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 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